当我们讲到修行修心的时候 有一个原理是越早明白 越对我们越有帮助 那就是重复的原理 怎么说呢 当我们的善心 特别是同一类的善心 它在重复的时候 它越重复就越有力量 越重复越有力量 相反的 如果是不善心恶心 比如说称恨吧 它越重复 它也越有力量 善重复善的时候 它就会加强那个力量 加倍的 那个不善重复的时候 它也会越重复越有力量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重复 当然是善 这时你又要明白到 跟这个相对的另一种 就是中断 越中断就越没有力量 那我们要达到的是 让善不中断 让恶中断 因为恶的力量 如果重复就越来越有力量 那就不得了了 那你就要让它中断 如果你能够让不善心中断 那不善心的力量 其实就没那么恐怖 没那么强 然后呢 你让善心延续 不中断 重复 那它善心就越来越有力量 这样子的话呢 那不善的就会慢慢就没有了 它的效应也会慢慢的减少了 这里呢 我们讲到另一个情况 为什么善会让不善中断呢 有没有可能善跟不善同时升起呢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善跟不善 在我们的佛教心理学 它是自然界的规律 心的定法 我们叫吉丹尼亚 心的定法 心的定法里面呢 就是心不能够同时在善和在不善的 它最快也是交替 就这一刹那 这一秒钟善 下一秒钟不善 是可能的 但是同一个刹那里面 你说两个心同时升起是不存在的 这个是可以通过修行去印证的 你修行你会发现到 当你看到的时候 其实你没听到 当你听到的时候你没看到 但是因为我们的心交替的太快太快了 我们以为我们同时看和听 我们看这个人 看这个演讲 我们觉得我们在看着他 也听到他 其实是因为心的输入太快太快了 比电脑还快的 所以呢 你就会觉得你同时在看跟听 其实是没有的 当然这个理解重要吗 重要 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个新的原理 如果是这样 那我要克服我的不善心 不好的心 它的方法就出来了 因为只要我不断的安住在善心里面 光明心里面 不善心 黑暗的心就没机会升起了嘛 就算升起 它也不断的中断 它的力量也就减低了很多很多 所以这是一点 所以因为这是我们的心不能同时两用 只是觉得好像是两用 因为它跑太快了 心快和敏绝 就好像是一心两用 其实来说 不是的 那如果那个心能够一心一用 完全投入在一个目标上 你知道那力量是怎么样的力量吗 它是不得了的力量 因为禅定的力量 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禅定的力量 就是通过心 同一类的心 安住在同一个目标上的心 不断的重复 重复 五分钟 二十分钟 半小时 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当它这样重复下去 它就产生非常强大的力量 这个心就能够完成 之前脆弱的心所做不到的事 比如说 看看对着生命的真相 轮回真相 因果真相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等等 当我们的心有这种强大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之前认为 不可能的事 也会因为新的潜质开发出来 新的原理 它这些潜质开发出来了 那之前所看不到的 不理解的 不懂的 就能够理解 就能够做到了 这是重复的力量 所以要记得 当我们在修行改变自己的时候 就要记得重复是一股力量 让善重复 让不善 中断 不让不善心 不让恶心重复 让善心重复 不让我继续